我是大卡 2023年8月 我们来到了我国最大的群岛城市 浙江舟山 前一天 我们赶在傍晚时分 观赏了一场绝美的落日 也在喧嚣的夜市里 找回了记忆中的童年 半夜 我们从大山展展来到舟山本岛 在沉沉的夜色下睡去 第二天 我们醒来时已经过了十点 打算先找个地方吃个午饭 再往朱家间岛进发 去看蓝色的大海 相比于昨天的奔波 今天我们的安排就简单许多 先吃个午饭 再去朱家间大青山景区 好好的天气 超级蓝 这个就山仙 想着昨天没吃过瘾 我们点了满满的两大盆 这个量确实有点多 但是比较快 好像这个两盆加起来的 气派多 吃完午饭 我们启程前往朱家街景区 都是山 所以它能变成岛山中的岛 就是海中的山 你看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 朱家间大青山景区的 摄票处 然后这边的汽车盘是个潮队 今天是周一 没想到来这里的游客也有许多 我们沿着环岛和盘山公路转了又转 打算寻找一处合适的制高点 跳往大海 感受大海那样与众不同的波澜壮阔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处人群聚集的制高点 此时一望无际的大海终于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经过这个环山公路的时候 看到这边有一个比较高的点 然后旁边就是海湾 然后可以看到远处的蓝色的海 我们来到一处游人聚集的海滩 拍拍照片 听听海风 任凭海浪一遍一遍地在走下拍打 一瞬间 恍惚可视 这个乌云一直在这个山头上 但是 可是一直也不下雨 现在我们就出去了 这个景区的话 它是晚上的七点好像要环岛的 就是要关闭 然后我们要赶在这个时候出去 如果说去不去的话 可能就只能住在这个岛上面 在平原上生活的我们 很少会走这种盘山公路 夜幕降临 在海风中 在海边的环岛公路上 看着天 一点点变青 变黑 的的确确 是一种 与众不同的体验 在海风中 在暮色里 此情此情 我不禁咽起了曹操的观仓海 冬陵节时 已观仓海 水河淡淡 山倒耸至 树木丛生 百草风茂 秋风萧涩 鸿波涌起 日月之行 落出其中 心汉灿烂 落出其里 幸胜之灾 歌以永至 正当我们吹着海风 开着车 沉浸在这种 慵懒的气氛中时 我们的车 出了点小意外 经过了连续的 盘山公路 突然 它杀不住车了 我们赶紧 垮按喇叭 打开双闪 靠边停下 一番操作 终于 化线为夷 看天气预报 接下来两天 周山都会下雨 我们决定 启程前往周山市区 吃晚饭 晚饭后 便连夜赶回家了 有可能在我们的 一个刻板印象之中 就是生活在海岛上的人 可能会相对而言说 闭塞 但其实现在交通都很发达 就是 怎么说呢 一些在大陆上生活的一些人 但其实他们 进出所在的地区的一些路 其实也就是那么紧张 海岛上也是那么紧张 但可能说 那个海岛上 它会渡车啊 跨海的交通费 比较多一些 但其实 总体来说 海岛上的生活 和大陆上的生活 应该没有太大的距离 但是可能说 自然环境 确实会 差别大一些 可能说 海岛上 它的一个气温 就可能会 白天也会很热 但是可能说 到了晚上 它就比一下子 就凉下来 人均多少 看了太不清楚 就这个 女儿特会双人猜 追免预约 成功 反正你自己吃的 啥都是海鲜 好的 事实证明 还是要做好功能 我们 被坑了 吃完 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 我们路过宁波的时候 看到这个 磁城服务区 很厉害 就是 它的服务室里面 竟然有座宝塔 然后我们打算 下次再来宁波的时候 然后 就是 看看这边有什么 好玩的东西 我上次经过这个服务区的时候 觉得这个很特别 因为 它是露天的一个服务区 进门还能看见 一座 绑古的宝塔 这个 砖头好像那种仿青砖 也可能说是 本来就是青砖 好 经过了 四个多小时的 长途开车 我们 去家 回家 下一次 你们想去哪 可以在评论区 和我说